又來到今日的 《我和一帶一路的故事》這個環節 前面兩集我們就提到 廣州華工大學留學生阿熱 拜了跳繩小隊員秀賢為師 經過了一天的探訪和交流 阿熱慢慢被小師傅的堅持 和努力所感染 今集阿熱會跟秀賢媽媽溝通一下 溝通之後她會有甚麼新的啟發 阿熱哥哥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 這是我的妹妹才一年級 那你妹妹跳繩嗎 她也想加入跳繩隊 我媽媽說她還太小 她在耽誤成績 你不怕耽誤成績嗎 成績好才可以進 我也向媽媽保證成績不能往下滑 最重要找到自己的上場 太大了 這是我的大樹 拜拜 這個是我在廣州站得到的 這是第二次比賽 如果我不死神的話 可以跳70呢 我想跳到100個 這是陳曉玲的記錄 我覺得你可以加油 我訓練多一點 他很可愛 對 很不錯 媽媽你回來了 今天我交了一名外國朋友 他叫阿熱 你好 你好 我媽媽在物流公司上班 剛好我打算開自己的物流公司 以後你請我去上班好吧 一定一定 當我先打算畢業本課 以後讀MBA 應該去北京 然後再開自己的公司 你的夢想好遠到 希望你能成功 修緣的夢想也很大 他身上有很多我需要學習的地方 修緣學習幾乎不用我抄襲 自從修緣參加跳繩隊以來 他比之前是定性了很多 我也很喜歡看他認真努力的樣子 以前我就希望他能當個女兵 現在的話還是讓他自己選擇 我爸爸對我也很嚴格 但是他讓我只有放棄運動 因為那個時候 我覺得讀大學比較重要 你以後想做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努力 如果你不喜歡 那就還一個吧 沒錯的 自己選擇的 只要能堅持就會勝利 我認為我非常祝福 我應該更加利用我的能力 我可以從移民的地方 從不肯定的地方 他們可以賺錢 但仍然在自己的地方 用得很精彩的工具 會變得很快和便宜 我希望做偉大的人 我希望能做一名女兵 從不肯定的地方 都能夠在哪兒 Carmillo